下水到兩死 皆是畫面部奪命真相 兩人跳下人口 昏迷四小時 車水馬龍無人之 高氏浦1999串線 首位一號上午10.37分 接過民眾前行 此沿城區大公路50巷 將門口的下水道阻塞 水利局外包商鎮海科技 傍晚派62歲秋南及63歲鄰南 前往處理 兩名工人約於傍晚4.50分 先後進入人口內 第一人進去一分多鐘後 原本站在地面上立一名工人 疑似發現同事出意外 慌忙地跟著進入人口蓋 兩人從此消失在地面 未再出現 這台公司的公班到達現場來清理污水管線 過程當中有兩位工人受困於下水道當中 車子還在運作都沒有來看到 我還要讓一招 通報交往局的時間是在晚上大概8點50分左右 延伸分局巡邏警網經過該處時 發現工程車打在路中間 人口蓋也被打開 卻看不到施工人員 於是拿水電筒查看 才發現秋南與嶺南已昏倒在下水道內 兩人直到晚上9點半多才被救出 搶救後人不治身亡 目前下水道的氣體 一般大部分都是硫化氫 還有一些硫氧化碳 當下發生的濃度 因為已經有時間上面的變化了 現在的濃度並不代表當時的濃度 人口內硫化氫經消防隊撒水後 濃度仍有2.6ppm 高市博表示意外當下濃度可能更高 初步調查意外原因是 局限空間作業會實施通風換氣 即會實施氣體偵測 依法對承包商鎮海科技公司開罰 人員是沒有依照規定就進到下水道裡面 違反了相關的局限空間的作業要點 先對承包商罰20萬元 以停工 鎮海科技理性負責人透露 嶺南父母都年前往生 目前獨生一人 而秋南棋子到場 陌有丈夫遺體 崩潰 垂胸 貴臭痛哭 秋南兒子質疑重包商 為何施工當時沒派人監工 導致意外發生時未能及時救援 警方強調確切事故原因 幾兩工人究竟暈倒多久才被發現 仍需調查釐清 東新聞高雄報導 超早在行為 Bismarck 結iber 匹莘 四出 毀 dud 神 李 micron 維 may